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好黑芝麻 这好吃 是很好吃 好像瘦是 瘦我没吃出来什么味道 不知道有什么味 挺好吃的 也不 没有那么甜 嗯 露 要撑死我 这沉沙的 烧一点枣 好撑啊 撒一块酥 我永远不知道什么需要的 老活爷 鸡 我挑选他 还有这椒芽 薑花表演不错 这仨吧 就是各位 因为我是给各位品尝一下嘛 然后千万别像我这样 一会呢 我会把谁都带走 回家 给我自己吃 哎呦 撑死了 来吧各位 到了表演技术的时候了 这个叫冻梨 就是它咬起来就有点像冰沙的味道 其实就是小时候 一说是那个冰激凌其实就还好 那一说吃冻梨最开心 还有这个叫冻柿子 柿子有点乱 因为在北方 它们冻梨不用放在冰箱里冻 就是它把那个梨放在外面 然后冻完了之后 它就变成这个颜色 然后它就能一直放 然后你什么时候吃 它也不会坏 因为它冻住 因为室外温度是很低的嘛 太硬 太凉 里面是这样子的 这梨芯 接下来吃冰沙羊 很好吃 说实话 梨子的甜味已经没什么了 但是呢 就吃起来还是有梨的味道 然后又像冰沙一样 就叫什么冰沙梨 为什么会吃这种冻梨呢 因为其实北方屋子里面是特别热的 因为它暖气会开很大 然后你在房间里面很热很热 然后其实吃这个的就是缓解内心燥热的一种 来啊 太凉了 绝了 真的很好吃 挑点拔鲜 太凉了 这个呢我觉得有必要尝一尝 还是蛮好吃的 喜欢吃甜食啊 但你别像我这种一次吃这么多 每次吃一块就好 想尝尝这个的话 去超市买 应该是能买到的 我觉得 应该南方也是有的 但是呢 它的这种冻的话 就应该是在冰箱里面 冷酷啊 或者冷藏的地方送出来的 就不会说是放在外面的味道 我觉得味道可能改变也是不一样 然后一定要在暖和的地方吃这个 不然真的太凉了很拔 就应该非常烦 非常燥热的地方吃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整个身体都凉了下来了 今天美食就到这了 拜拜